我們經常說美國的霸權有三個重要的支柱 一個當然是軍事力量 另一個就是它的軟實力 另一個就是它的美元 這三大霸權 它的軟實力怎麼來呢? 當然最大的軟實力工具就是他們的荷里活 不過好可惜 荷里活在中國的市場有一個懸崖式的下墜 現在跌到佔了中國市場一個非常小的部分 過往每一年暑假的旺季 中國要選最上銷的影片 荷里活通常佔七套左右 然後中國影片佔三套左右 今年的形勢剛剛調轉 荷里活只有三套 中國影片佔七套 可以見到 中國人民對荷里活的影片的吸引程度已經大大下跌 但荷里活仍然在世界上有一個非常大的影響力 它本身跟美國的軍方有直接利益關係 這個利益關係不是今天 已經很久之前 而我現在跟大家講這篇 這篇文章發表在2014年 離開現在已經是7年 就是7月29日 這篇文章發表在Ultra Zira的報道 它說 Hollywood and the Pentagon Hollywood和五角大樓 A relationship of mutual exploitation 一個互相之間利用的關係 怎樣利用法呢 你知道 Hollywood做片當然希望有些多些的道具 場地 要賺錢的東西 不是做什麼 所以它們最好 本錢越少越好 原來如果Hollywood是要用一些軍方的東西的話 要是你自己全部自揮 你自己搞定 你都沒有人理你 如果你想得到軍方幫手 資助遮野勇遮場地 諸如此類的話 譬如 有一幕我想有個戰機飛過 很難自己弄下戰機飛過 當然要問美國軍方借價來用 飛一下飛遮 少少都好 總之有要求到五角大樓幫手的話 你要將整個劇本 不是只有一段 整個劇本要交給五角大樓的審批 審批五個就沒得資助 而如果你審批過之後 場地 那些道具 可能是真飛機 坦克車 可以以非常低廉的價錢 借給你 這裏互相之間有一個利益交換 換回什麼回來呢 Hollywood當然換回道具成本 那些器材 那些場地便宜租 或者不用收租 而五角大樓那邊得回什麼呢 控制著你說什麼 向全世界賣什麼廣告 我們看很多戰爭片 例如第一滴血之類的片 都是說美國的英雄 怎樣可以在危難之中 救人出來 一定是說好美國人 讓他們變成一個英雄人物 這就是必有的後果 換句話說 美國整個國家 你別以為他們是很多資本集團 整個國家其實是一個大的 資本集團加政治加軍事力量 一個大集團 他們之間有一個互相之間 互相利用的關係 我會把這篇文章的接鏈放在描述裡 大家可以跳過去看 它這裡講到 就是 荷里活怎樣可以把自己的經費減少 靠借美國軍方的東西 而換回頭 劇盤要被五角大樓審查 如果不通過的話 你會不會借到東西 很多時候他們是互相改劇本 即是說 他們賣的概念 其實是通過荷里活 向世界推銷 而這群人還要給入場券 買票